嗨 我們今天來到二飯國民小學 我們來跟這個小郭神輩的協會 來這邊巡迴 所以我們今天 我這在古關 所以我從高雄開車上來開了四個小時 很恐怖耶 那其實那我們等一下 我們等一下就來看看我們今天 要跟小郭神輩一起來這邊帶什麼訓練 好不好 我是騎腳踏車來的 我從前面的路已經騎過來了 我剛剛看這個路還算平緩 所以就直接起來 載著我兒子騎來 那我們等一下就載著我兒子騎回高雄 冷笑 那我們等一下就看一下 我們會帶什麼樣的訓練 OK 我們等一下先去找那個陰涼的地方 我們坐著 那我們請那個小郭神輩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故事 好不好 愛的故事 可以嗎 先聽一下故事 他要順便伸展一下 我們等一下就等到他講完之後 我們再來做運動 等一下交給我們志龍姐姐 來講解 沒有愛的故事 蛤 我沒有愛的故事 對 志龍姐姐沒有愛 沒有愛過也沒有被愛過 志龍姐姐 阿志龍姐姐她現在在做棒球的一些相關的研究 可以這樣說嗎 對 就是他其實有帶過 帶過蠻多 也有帶一些職業 像在做一些訓練 然後另外這個是小關 小關哥哥 他們在做最主要就是 他們會 他們會幫蠻多的棒球選手 做一些慢動作的一些分析 就是他們會用影像的方式去看 怎麼樣的投球方式 跟打擊方式 會讓你們在 打擊或投球的時候 更有力量 好不好 所以等一下小關哥哥 也會大概跟你們講一下 怎麼做會避免你們 受殺 可以嗎 可以 小關哥交給你 好 你要小心後面不要掉下去 掉下去就會好笑 志龍姐也是 我們先看一下 腳落地的時候 你拿球的這隻手 我們會希望是90度 所以如果手太開 教練就會說開掉 但如果太裡面 你在丟球之後 球可能就不會是跑的 所以我們先記一個重點就好 腳落地的時候手要怎麼樣 90度 拿90度是長什麼樣子 幫我比一下 這樣 你這樣是鞋蛋超人 你跟我比這樣 這樣是90度沒錯 可是你的手要怎麼樣 他說90度長怎樣 沒有錯 是啦 但你是要發射光爆嗎 可是你的手咧 你拿球再站 好 這時候 這邊叫做髖關節 你可以想像的就是屁股就好 屁股轉 然後上面是這一條 就是毛巾的頭還沒有轉喔 然後這邊先瞬間轉 它上面是顆顆顆 那個力量很強 那個力量很強 第二個點是 這隻腳 踩 往前踩的時候 要很像 釘子一樣 直接往地板插下去 第一個動作 單腳往前踩 落地 起來 再接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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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腳膝蓋不要推下來喔 身體低下 身體低下 我會覺得說 抱肌的動作 如果你是跨右腳 摩右腳的時候 當我把身體 摩左腳 身體轉過來 可以嗎 好,來試看看 所以我們就會直接走而已 身體保持平衡 好不好 開始控制你的腳掌 第一點要不要急 就走到追踢起來就結束了 我們就會做其他的訓練 這一個 阿森你記得喔 5秒 3 2 1 好休息 做到成功的應該肚子會蠻有感覺的 OK可以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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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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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